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97年 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以及国务院前总理李鹏出席三峡工程大江截流仪式以后 时隔整整21年 中国的领导人第二次考察了三峡大坝 那么中国领导人为什么选在这个当口来视察三峡大坝 考察长江三峡呢 而且在我们一般人的这个理解中呢 这中国领导人考察长江或者是畅游长江 一般来说都有一定的政治含义 比如1966年的7月 毛泽东曾经以73岁的高龄呢 畅游长江 那么之后呢 他所掀起的惊涛骇浪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确实让所有的中国人看到了毛泽东这一次畅游长江的政治含义 就是要以自己身体很好来打败对手 让对手置于死地 并且呢 让对手感到内心的这种震撼 另外呢 1980年呢 这个中国的这个前领导人邓小平呢 在这一年的7月呢 他也考察了长江 那么邓小平考察之后不到一个月呢 中共中央呢 就建议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第三次会议呢 提出了一个修宪的这个提案 那么这呢 也表示出呢 这个邓小平当年呢 这个考察长江就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政治的实力 那么这一次习近平考察长江又说明了什么呢 首先 我认为它首先是要给中国的国产货证明 也就是给三峡大坝这一最大的这个国产项目证明 那么为什么要给国产项目证明呢 这就和现在当下的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随着中美贸易战的这个升温呢 对头 这个中信通讯呢 被禁止使用美国的芯片 那么遭到这个承重打击之后呢 习近平在三峡工程这个大坝上面呢 就发表了这个讲话 重提了自力更生的这么一个新的这个蕴含 那么这个呢 也被别人理解成呢 是这一次习近平这个到三峡大坝考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说呢 我们既然造得起 或者说我们既然造得出像三峡大坝这样的一个大的工程 我们也绝对有可能制造出全国产的芯片 那么这个呢 就一般认为呢 是习近平借这次三峡大坝的考察呢 来说明自己的一个主张 那么第二呢 习近平这一次去三峡大坝 我认为是要给三峡大坝本身证明 因为这个三峡大坝这个工程呢 是目前为止中国最大的一个工程的项目 它是1994年12月14日呢 正式开工 那么一直到2003年的时候呢 第一台的这个主机呢 才开始发电 2006年呢 三峡大坝总算建成 那么2009年这个整体的这个三峡大坝的工程呢 才算全部的完工 那么关于这个三峡大坝的这个纷纷扰扰呢 其实一直从它建起啊 一直到完工之间呢 也一直到现在 其实都没有中断过 那么这些年来呢 这个库区周围啊 可以说是生态灾难不断 什么地震啊 洪水啊 塌方啊 滑坡啊 可以说是民怨沸腾 那么大家对于这个三峡工程本身的这个质疑呢 可以说是一直不断 那么中国大陆有一个著名的水利专家王万里呢 这个他对三峡大坝的这种灾难性的后果呢 其实他早就有12项的这个预言 这12项呢 被认为现在已经有11项 已经获得了验证 只剩下最后的一个了 那么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三峡大坝最终是以哪种方式被炸掉 那么黄万里当年的预言呢 他说呢 就三峡大坝呢 将会出现12种的这个灾难性的后果 那就是呢 就长江的下游呢 它会出现那种崩岸的危险 航运的危机 移民的问题 以及基于的问题 那么基于的状况呢 他认为是会逐渐逐年的恶化 那么水质的污染呢 也是这个三峡大坝建成之后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危机 另外呢 发电量不足 气候异常 地震频发 血吸虫病蔓延 生态恶化等等 都是黄万里提出的 那么下游呢 黄万里认为呢 水患会非常的严重 那么最终呢 这个三峡大坝呢 会被最后炸掉 那么当然了 这第12项的预言呢 目前来说还没有实现 那么黄万里当年呢 在他临终的时候 应该是2001年的时候呢 他其实在病榻上面还一直难难自语 他认为呢 三峡大坝是万万不能见的 那么2001年的8月27号呢 黄万里带着他 应该说是巨大的遗憾呢 离开了这个世界 那么这一次呢 可以说习近平来到了三峡大坝 可以说是 也算是为这一直以来 这个纷纷牢牢呢 写下了一个暂时的一个句号 第三呢 这个 这次习近平视察这个三峡呢 也说明呢 这个长江的污染呢 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知道 长江作为中国的第一大河 它养育了全中国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口 为沿岸186座城市供水 它也是上海市的一个 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水源 那么长江流域呢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当中呢 应该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个都是 这些年来呢 应该说是都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标志了 那么但是呢 长江现在可以说是这个生态的危机啊 可以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候了 仅仅从十年前的统计就可以看出端倪 那么2008年的时候呢 这条江啊 基纳的这个废水量就超过了210亿吨 占全国废水总量排放的30% 其中呢 70%呢 是工业的废水 那么长江呢 也因为工业的废水 废物的这个排放 重金属的污染 农业 这个化肥 农药 除草剂这个推广啊 成为中国全世界最污染的一个河流之一了 那么作为中华民族的可以说是一个母亲河呢 这个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呢 长江呢 还是中国经济发展当中的重要的一个支撑 呃 这个也可以说是这个连接啊 丝绸之路啊 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纽带 这个呢 也跟现在的一带一路也有密切的关联 那么在今年的3月22号 这个第24个世界水日到来的时候呢 那么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主任 刘雅明呢 他写了一篇文章 他其中呢 就谈到了长江面临的很大的问题 他说呢 就随着经济的持续的发展 工业化 城镇化的这个迅速的推进 以及全球这个气候的这个变化 整个流域的这种啊 内洪 烙灾呢 已经非常的频繁 水资源的供需矛盾呢 加剧 水利设施呢 薄弱 生态环境的恶化等问题呢 是越来越这个突出 那么已经严重制约了流域经济的这个发展 成为了一种平静 那么这个呢 也可以说是习近平这次啊 考察这个长江流域呢 这个提出的一个 可以说是长 长江这种生态危机的一个 严重的一个警告 那么第四个呢 我认为是 长江移民的这个问题呢 这个有可能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那么这一次呢 也可以说是习近平去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啊 这个政治的一个隐喻在里边了 因为这个在这个库区建成前后呢 这个重庆市的三峡这个库区的啊 这个可以 这个当年这个需要移民的就有百万之多啊 那么这些人呢 这些年来 有些人已经是三次啊 这个搬迁了 那当年呢 这个李鹏曾经说啊 如果你啊 我们水深是大坝水深是一百七十五米 那么如果呢 那些移民把这个新房子建在一百七十五米以上的话呢 你有可能推门啊 就建到大轮船啊 从自己家门口走过 而且呢 大轮船呜的一声啊 就把你后院啊 这个苹果 树上的苹果啊 给震下来 一片是这个可以说是祥和之景啊 可是呢 这种场景啊 童话般的场景没有发生啊 那个随着这个库区这个状况的这个恶化呢 很多的这个 这个当年的移民呢 已经三次或者四次的这个搬迁了 因为当年造下的这些所谓的新房呢 都是可以说是这个出制滥造 完全不符合这个要求 那么这些呢 就让这些的这个库区的这些移民呢 他没有看到这些三峡工程啊 所谓这个 这个这个巨大的这个成效 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这些变化 那么这些啊 库区的难民呢 这个库区的移民呢 这些年来呢 也是上访不断 那么这些呢 极有可能成为呢 以后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中国这个社会稳定的一个不安定的这个因素了啊 那么这些呢 应该说是习近平这一次呢 去呢 这个也是带着这种的这个政治的隐喻在里面了 那么第五个看点呢 我认为是就是李鹏家族呢 有可能在三峡建设的腐败案这个这个这个里面呢 有可能被过关 因为这一次呢 我们看到这个李鹏的儿子交通部长李小鹏呢 是全程啊 陪同这个习近平啊 视察 而且两人的照片呢 都登在中国官方的媒体上面 那么三峡工程呢 在中国这个公共工程当中呢 属于当之无愧的一个龙头的一个老大 那么三峡集团呢 其实已经被沦为是彻头彻尾的一个腐败的集团 这个工程呢 也是有名的腐败的工程了 一大批的官员呢 全部因为三峡工程的腐败呢 这个这个被这个这个有的被关 有的被判 有的呢 被双规 那么2014年呢 当时三峡集团的总经理董事长全部被免职 那么这件事情呢 其实和一般认为啊 和李鹏的女儿这个李小玲呢 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三峡工程呢 它可以说是由全民出资的一支肥大业 这个胖肥的大业 谁只要过手呢 都会上去拔他几个毛 那么最先暴露的就拔毛者呢 就是当年呢 经办这些移民的那些地方官 那么根据统计呢 仅仅1996年以来啊 这个有关这个政府查办的涉及到这个移民资金啊 这个滥用啊 还有一些这个移民款啊 一些这个被挪用侵占啊等等这些职务犯罪呢 就有将近400件设计的金额呢 数亿元人民币 2014年呢 广州有一家媒体叫时代周报 它刊发了一篇文章 标题呢 是说呢 三峡集团的招标呢 沦为腐败的温床 那么2014年前呢 这个几乎所有的招标都是内定的 这可以足以看出啊 这里面的腐败有多大 有三峡集团巨大腐败这个 这个这个当时这个给这个三峡集团的这个巨大的腐败呢 可以说是掀开了一脚啊 那么这篇文章呢 还提到呢 就是个别退休的老领导 这个呢 应该就是指的李鹏 而且呢 也涉及到李鹏的女儿李小玲和三峡之间的关系 不过之后呢 这个李小玲呢 这个这个处事就特别的谨小胜微 基本已经走出了社会的这个视线 和以往那种高调的行为呢 是完全的不同 那么这一次呢 李鹏的儿子全程陪同习近平啊 这个进行视察呢 一般被认为是李鹏家族应该在这起腐败案当中 以及其他的腐败案当中呢 应该说是安全的过关了 李鹏呢 本人呢 也可以死而明目了 那么习近平此次视察长江和三峡大坝呢 应该是确立了和中美贸易战最后决策之后的一次仓促的这个处行 那么它主要是第一 显示势力 第二 壮壮升危 其中的政治含义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